这个男人天生是个智障 但在教官眼里却是个十足的天才 智商只有75的他 但人生就像无限开挂 小时候陪着邻居跳舞 邻居看他跳的一缺一管很有意思 于是便模仿他的样子 后来大家管他叫做猫王 上学的时候被恶霸欺负的到处乱跑 结果因为跑得太快被教练看住 直接进了全国明星队 长大之后意外参加了越南战争 一不小心就下半个连队 然后就成了国家英雄 总统还亲自为他颁发奖章 就因为随口说了一句 从此诞生了车贴艺术 拿着广告衫擦了下脸上的泥巴 结果擦出了个流行品牌 他投资了一家水果店 本以为是吃的那种 后来才知道那家公司名叫平补 阿甘小时候因为脊椎问题 医生帮他的双腿装上脚撑 由于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经常遭到路人们一样的眼光 每到这个时候 母亲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 母亲只希望让阿甘明白 他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到了上学的年纪 校长却因他的智商低下拒绝接收 按照政府要求阿甘应该去特殊学校 为了能让他像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 这天晚上母亲只能彻夜说服校长 而阿甘只能静静地坐在门口 虽然阿甘智力低下 但心里却非常清楚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面心的愤怒 虽然阿甘和母亲无依无靠 但好在曾祖父留下了一栋大房子 聪明的母亲会把房间都租给来往的旅客 这天房间里来了一位时髦的吉卡手 他总是喜欢和阿甘一起唱歌跳舞 而阿甘那与生俱来的节奏感 让这位年轻人异常欣赏 没过多久他模仿着阿甘的舞步却意外爆红 后来大家都称他为猫王 上学的第一天 母亲会再三叮嘱阿甘要好好学习 校车司机每天都会按时接送 由于阿甘看起来呆头呆脑 即使有很多空位 同学们也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 除了这个名叫珍妮的女孩 她很聪明 也很善良 珍妮会主动关心身旁的阿甘 从这天开始 他们二人总是形影不离 珍妮成了阿甘生命之中最好的朋友 他们会一起看书 一起在树上看星星 本以为阿甘永远学不会走路 直到这天几个同学又过来欺负他 几个熊孩子捡起石头丢向阿甘 珍妮也无力阻止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阿甘快跑 几个熊孩子骑着自行车就在后面追 阿甘越跑越快 在珍妮的呼喊下 她挣脱了脚撑的束缚 此时的她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把身后的几个熊孩子都看傻了眼 阿甘跑得实在太快了 他们几人骑车都追不上 从这一刻她爱上了跑步的感觉 无论有任何想去的地方 她都会跑着过去 阿甘经常来珍妮家找她玩耍 而珍妮每次都会拉着阿甘钻进 密密麻麻的玉米地 因为她也是个单亲家庭 由于生活的不如意 父亲每天都会对她非打击骂 可怜的珍妮会跪在地上向上帝真诚祈祷 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会飞的小鸟 早日逃离这个冰冷的家 也许她的真诚感动了上帝 虽然没能变成小鸟 但上帝却叫来了警察 珍妮再也不用和父亲待在一起 现在的她可以和祖母住在这台破旧的房车里 幸运的是房车距离阿甘的家非常近 每当夜晚下起雷雨时 珍妮都会偷偷爬上二楼和阿甘睡在一起 转眼间十年过去 阿甘和珍妮也都上了高中 当年欺负他们的熊孩子也变成了小混混 为了能追上阿甘 他们甚至买了一台破旧汽车 而唯一不变的是珍妮依旧会大喊让阿甘快点逃跑 但两条腿无论如何都跑不过四个轮子 眼看就要被对方撞倒 情急之下阿甘拐弯跑进了旁边的球场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学校的橄榄球赛场 阿甘如同那闪电一般的速度超越了在场所有的 这让整座球场的教练都大吃一惊 阿甘就因为跑步速度极快而被保送了大雪 成为了一名橄榄球运动员 虽然阿甘在其他人看来就像是个十足的傻瓜 但他却是整个球队乃至整个学校的希望 在场所有的观众都会为他的速度喝彩 虽然阿甘不知道球场规则 他只知道拿着球以后拼命地奔跑 即便跑过了终点线他也没有停下 自从有了阿甘 球队每次比赛都能获得冠军 他也因此被教练推举到了全明星球队 阿甘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这个球队的待遇倒是挺不错 每天都会有免费的吃喝 唯一不足的就是需要经常和一个老头子见面 这个老头子名叫肯尼迪 是美国当时的总统 很快五年过去了 阿甘凭借着惊人的奔跑天赋拿到了大学学位 母亲也因为他的成功而打到骄傲 毕业这天 他刚好赶上了征兵 还没来得及休息的他 就再次匆匆的踏上了军旅生活 没想到第一天坐军车的他就遇到了和小时候一样的窘境 大巴上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 除了这个黑人不拔 对于阿丹来说 军律生活真的很简单 他不用自己思考 只需要服从命令就可以了 教官要求每个人都要快速组装枪械 稀无旁骛的他每次都可以快速将其组装完毕 并且每次都能打破连队记录 在部队的阿甘和布巴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会一起擦皮血 一起用牙刷擦地 巴布的家族世代以补虾为生 他的母亲特别会煮虾 他的奶奶也特别会煮虾 仿佛大虾就刻在了他们一家人的基因里 所以布巴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能拥有一艘自己的捕虾船 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战友丢给阿甘一本成人杂志 他居然在里面看到了朝思暮想的珍妮 阿甘认为珍妮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于是在放假的时候 阿甘根据地址找到了珍妮工作的地方 此时的珍妮已经成为了酒吧的住上小姐 看着台上唱歌的珍妮 阿甘笑了 因为珍妮曾经说过她要成为一名歌手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 台下的探客就如同小丑一般调戏着台上的珍妮 这一幕无疑触碰到了阿甘的底线 他二话没说走向前去将二人给揍了一顿 就无疑让珍妮的工作泡了汤 原来这些年珍妮过得并不开心 友情早早离世 父亲是个变态 原本的梦想也逐渐被生活侵蚀殆尽 他只能自甘堕落地早早进入成人世界 如今他更是不希望阿甘看到自己狼狈的模样 珍妮随便拦下一辆波路车就要离开这里 殊不知阿甘说自己马上就要去越南打仗 这次她是来道别的 于是珍妮转身走向阿甘 她只希望阿甘能答应她一件事 阿甘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承诺 让阿甘成为了战场上的传奇人物 没过多久 阿甘和他最好的战友布巴一起乘坐直升机前往越南报道 他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个长相帅气的单中卫 他来自一个军员世家 家族中所有的前辈都牺牲在各大战争之中 他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先辈一样战死沙场 这里的战争也和阿甘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些天来他没看到不疑似敌人 都没有满天的炮 他们总是不断地在巡查和前进 大家甚至无聊到挽起了手雷 然后再让阿甘去钻手雷炸出来的洞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雨季的到来 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雨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白天黑夜 就连睡觉他们都被泡在雨里 布巴希望阿丹退伍以后 能和自己一起合伙去捕虾 阿丹欣然答应 布巴非常高兴 因为他早已计划好了一切 等到战争结束 他们就一起贷款买条捕虾船 只需要住在船上 所有的收入全都兑半分 当然捞上来的虾也是可以随便吃 阿丹认为布巴简直是天底下最会做生意的朋友了 直到有一天 大雨突然停止 本以为要雨过天晴 却不料迎接他们的竟然是敌方的狐击 一颗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 本想还击的他们却发现子弹 因长时间的雨水浸泡而失效 战友们损伤惨重 中尉命令所有战士丢弃装备立即撤退 可阿丹并不知道撤退是什么意思 大家全都对着阿丹大喊逃跑 此时他也想起了珍妮的叮嘱 阿丹很快就追上了身旁所有的人 就像珍妮说的那样 他不停地向前方奔跑 快到连子弹都追不上他 直到发现身边早已空无一人 阿丹这才停下脚步 因为他发现自己丢掉了布巴 那可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阿丹再次冲入战区 在寻找布巴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许多躺在地上的战友 尽管曾经的他们都看不起阿丹 但现在阿丹对于他们而言 简直就像上帝下凡一般 唯独一个人是个例外 那就是被炸断双腿的单中卫 他拒绝阿丹将自己救出战区 在他看来 军人最好的归宿就是战死沙场 可阿丹才不管什么英雄主义 他只知道朋友的生命大于一切 在奔跑的过程中 阿丹感到屁股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 但他并不在乎 此时的他只想把单中卫赶紧送回去 然后再继续寻找他的好友布巴 可刚刚单中卫已经呼叫了空气 如果他再次回去一定九死一生 可阿丹依然选择回头 以前的他做傻事 别人会认为他真的傻 但这次不一样 幸运的是阿丹在树林深处找到了布巴 不幸的是此时的布巴已经伸中树枪 阿丹抱着他的好友在茂密的森林中狂奔 直到他再次返回安全区域 这时的布巴已经奄奄一息 他临死之前只说了一句话 后来的阿丹才知道 在战场上咬他屁股的东西名叫子弹 而受伤唯一的好处就是能有吃不完的冰淇淋 面对着阿丹的无忧无虑 单中卫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因为他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双腿 半夜他拽住正在沉睡中的阿丹 他非常痛恨阿丹将自己从战场上救下来 原本他是可以像先辈一样得到应有的劣势荣誉 而现在 他只是一个没有双腿的废人 当这个战争狂人失去了军人这个职业 往后余生他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由于疗养院的生活实在无聊 在战友的邀请下阿丹学会了打乒乓球 他好像天生对这项运动有着不一样的天分 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将这项运动完的机器出色 整个疗养院的战友都会来看他表演 他甚至还被安排全国表演来慰问伤兵 由于出色的技术被国家看重 国家邀请他代表美国访华 那年被历史称之为乒乓球外交 小球转动了大球 从此中美正式建交 回国之后的阿丹变得异常出名 为此总统还亲自帮他佩戴荣誉勋章 母亲也为他感到骄傲 后来阿丹复原回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帮自己最好的朋友 不巴实现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阿丹拿出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买了一艘二手的捕虾船 但他万万没想到 捕虾并没有不巴说的那么简单 阿丹一往下去 织捕到了几个贝壳和一些海龙 第二往才勉强捕到了虾 但只有可怜的五只 一旁的大叔告诉他 没有捕到虾是因为阿丹没有给这艘船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没有好名字就没有好运气 阿丹现在能想到的名字只有一个 那就是珍妮 在他看来珍妮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名字 从此阿丹每天都开着珍妮号捕虾船想着他心爱的珍妮 结果珍妮没有出现 他却在岸边发现了丹中尉 原因是当初丹中尉声称如果阿丹真的去当船长 那么他就去给阿丹当大伍 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人家都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处 原本还能捕到几只虾的阿丹在丹中尉的指挥下 如今的他们也能捕到一些野生的伊拉罐和马桶圈 或者是一些头盔和烂皮鞋 丹中尉认为这一定是没有向上帝祷告的原因 于是他们二人天天去教堂找上帝祈祷 也许是他们的真诚受到了上帝的眷恋 这天晚上海面刮起了狂风暴雨 阿丹特别害怕 而丹中尉却异常兴奋 他就像发疯一样坐在围杆上大声喊叫边骂边笑 他抱怨着人生的不公平 更希望上帝能就此了结他的性命 但人生的漫漫长路并不完全是坎坷 命运的齿轮从这天晚上开始倾斜 由于这次的台风将停靠在海岸线的渔船全部摧毁 唯独他们这艘逆风而行的珍妮号躲过了一劫 没有了竞争对手的二人在这段时间里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用挣来的钱又买了12艘捕虾船 还成立了一家全国最大的捕虾公司 眼看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丹中尉也在阿甘身上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傻子 现在他再一次拯救了自己 丹中尉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的感谢 阿甘能看得出来 丹中尉已经跟自己的人生和解 后来阿甘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当他得知妈妈已经病重的时候 阿甘先是一愣 然后跳入水中 他着急忙慌地朝着家的方向跑去 妈妈临终前对阿甘说 之后的日子里 丹中尉帮助阿甘继续打理着公司的大小事务 这天阿甘突然收到一封来信 丹中尉说他最近帮阿甘做了一笔投资 他多买了一家名叫苹果公司的股票 从那以后阿甘再也不需要为钱的事情而发愁 他将大部分的钱用作慈善捐款 因为妈妈曾经说过 财产不用太多 够用就好 阿甘又拿出一大堆钱捐给了一家医院 而公司剩余的一半股份 阿甘将他们送给了布巴的家人 从此以后布巴的母亲再也不用帮别人做瞎 他也可以享受到别人帮他做瞎的乐趣 尽管如此 现在的阿甘仍然是亿万富翁 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边除草一边想念他的珍妮 直到有一天 他的梦想实现了 珍妮再次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也许是他没有地方可去 也许是他厌倦了小鸟一样的生活 珍妮在阿甘的家里总是睡觉 可能在他看来 阿甘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信任的人 此刻的阿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他把这些年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珍妮 他们边走边聊 直到他们无意间走到了珍妮多年前的家 珍妮突然发疯似的把鞋子丢向前方 紧接着捡起身边的石块 一个一个的朝着那个曾经的梦里书 他痛恨这个让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家 这天晚上阿甘不起勇气向珍妮求婚 以前的珍妮不愿意驾驶 因为他觉得阿甘配不上自己 现在的珍妮不愿意驾驶 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阿甘 这天晚上下着大雨 珍妮就像小时候的那样找到阿甘 这次的他终于承认 珍妮用行动证明了一切 第二天一大早 珍妮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她依旧是走不出童年的阴影 她知道阿甘能成为一个好丈夫 但自己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 如今的阿甘再次变成了一个人 她望着那干净整洁的床铺 就好像珍妮从没来过一样 阿甘始终都想不明白 两人明明都深爱着对方 为什么还是不能在一起 阿甘戴上了帽子 她想要寻找答案 于是她开始奔跑 阿甘跑出了城镇 然后跑出了绿鹰县城 她不知疲倦地横穿了整个亚拉巴马州 直到陆地的尽头 然后她又决定转身前往另一个大陆的尽头 她累了就睡觉 饿了就吃饭 阿甘跑了整整三年 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名叫阿甘的人 就连重新生活的珍妮也在电视里看到了她 所有人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奔跑 很多记者会围着她采访 而阿甘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 有些人拿阿甘当作精神领袖 他们会学着阿甘的样子 追随着阿甘的脚步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阿甘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有些人认为阿甘是个天才 希望他能帮自己想一句口号 阿甘只是随便的一句话 这让商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随后他的汽车标语火遍了大江南北 再后来有个卖T恤的人濒临破产 他希望阿甘能帮自己一把 将他的脸印在T恤上面 结果刚好有辆大车经过 见了他一身的泥巴 阿甘接过他手中的T恤随手一擦 只是一个不经意间 日后变成了美国潮牌服装 终于有一天 阿甘想到了自己母亲曾经说过的话 阿甘一共跑了三年两个月 零食四天十六个小时 现在的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就这样阿甘结束了他的跑步生涯 回家后的他收到了一封信 是珍妮寄来的 他二话不说就按照上面的地址跑了过去 现在的珍妮充满活力 他再也不是当年的自己 珍妮将这些年来有关阿甘的所有新闻 都剪在了一起做成一本相册 他还在离开阿甘的这些年里 生了一个小男孩 阿甘问他孩子的爸爸在哪里 珍妮说孩子的爸爸就在眼前 听到这个消息的阿甘连忙后退 他就像是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 阿甘不是不喜欢孩子 而是怕这个孩子会像自己一样是个智障 听到这里的阿甘终于放下心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有一天 能和最爱的珍妮淡下他们二人爱情的果实 与此同时 珍妮又告诉阿甘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他得了绝症 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 在剩下的日子里 阿甘完成了生命中最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和珍妮步入真正的婚姻殿堂 婚礼这天 单终为前来祝贺阿甘 他最近过得还不错 不仅装了一双掌心的毒 还遇到了属于他的真爱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不久后珍妮离他而去 阿甘将他葬在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大树下 并且找了一台推土机摧毁了珍妮家的老房子 阿甘的生活并没有失去希望 因为他还有一个最爱他的儿子 阿甘每天会陪着他打球 陪着他钓鱼 陪着他读书 上学的那天 阿甘将儿子送上校车 然后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着儿子的放学 所有人都羡慕阿甘拍挂的一生 羡慕一个智障得到了原本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阿甘做的每一件事 他都会用尽全力心无杂念的名利去 而我们普通人缺的正是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 我相信不只是阿甘 任何一个人拼尽全力 去用心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结果一定会出乎他的意料 而这就是阿甘精神